好的,那我这边开一个那个PPD 好了,那我这边就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我的这些创业经历的一些分享吧 然后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然后我叫张志鹏,然后现在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创始人 然后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一直以来 稍微把它碰到这个手机上 一直以来的话我们一直都是自己在连续创业的一个过程 然后无论是在国内也好还是在这个这个来到英国也好 一直在对商业比较感兴趣 所以一直在商业上面一直在尝试不断的再进行尝试吧 然后那今天的我的这个演讲的大纲的话 其实是想分享一下我这国内一路创业到海外这边的一个心路的一个历程 然后包括从之前在国内有做过一些实体行业 然后到了英国这边之后 看到互联网这边可能还有些机会 然后再慢慢的在做 那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愿望其实就是想做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生意 然后没有想到来到英国之后慢慢的也让自己的这个愿望开始实现了 OK 那我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这个会议的这个分享会的这个三个主题 一个是趁年轻多折腾 还有一个是寻找自我 然后坚持梦想 讲的比较虚 然后来点识的 OK 其实讲到我创业的经历来讲的话 我其实追溯的还蛮早的 因为我其实我可能是跟我父母这个有关系 因为我父母他们是一直经商的 包括我的这个爷爷奶奶他们也是都经商的 所以我可能从小的这个熏陶环境下 对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讲 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商业的一些嗅觉上面可能会比较灵敏一些 所以看到任何的事物在第一个分析的时候 可能会喜欢去研究他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经营的 然后包括他是怎么样运作的 然后所以那么从我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做做生意了 然后那高中之前的一些我们就先不说了 我们就说一下我在大一 那我在我大学是在上海上的 那么我是南京人 然后那么我去到上海的那一年是正好是2012年 那么2012年那个时候比较巧 那一年正好是饿了嘛 当时是在刚刚才在国内刚刚做起来 然后我正好是在那个松家大学城那边 读的那个大学 那么我在刚去的时候我们住在宿舍 然后住在宿舍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就是有一天我的室友跟我说 他说他说那个小时小时你赶紧去用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可以点那个外卖 然后当时我们就打开了那个网址 然后那个网址还是饿了吗 当时分享了一个网址 然后那个上面就有一些我们在那个大学城周边的一些商家 然后那么我们当时因为学生住在宿舍嘛 大家都其实很懒 然后那么我们当时看到那个网站之后啊 我们就开始尝试去点外卖啊 然后那其他同学可能都在点外卖 享受这个外卖带来的这种快乐啊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真的是中国最早一批外卖的一个形式了 那么正好被我2012年的时候赶上了 然后我在点完外卖之后 我点了几次以后 我发现这个模式非常的棒啊 因为我觉得太方便了 因为你像在国内 他其实这种诉求真的是很高的 因为基本上学生都很聚集 然后商家也都也都很聚集 但在2012年的时候 饿了么当时是没有自己配送团队的 都是由商家自己提供司机 饿了么只是整合商家 然后提供给到这个就是各个学生 就在每个学生宿舍里面发一个传单 然后告诉各个学生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里面可以点外卖 然后我们自己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 我们享受到了非常多的便利嘛 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更多的东西是 刚去上海 我看到的是这个在这个 这个就学 这个饿了么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上海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在上海大学生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我家是南京的 我就是在想 那我南京本身也是一个全国高校聚集的一个城市 因为我看了那个当时饿了么只有上海和北京 然后只开通了几个城市 然后唯独没有南京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想去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南京去把这个 饿了么的这个相当于这个跟他去合作 把在南京把这个市场给他打开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先联系了 跟我父母去沟通了一下 然后那么我跟他们阐述我的一个观点 就告诉他们我在上海看到一个 非常新颖的一个商业模式 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在南京如果去做的话 肯定会很棒 那我跟我父母沟通完之后 我父母并没有立刻打击我 而是说让我去多联系试试看 然后那我就主动的去给这个饿了么去发 这个邮件 正是你们大家现在在PPG上面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那么我们我当时是先给 这个他们这个招聘部门 因为当时他们只有一个联系方式 只有一个招聘的邮箱 所以我就先给招聘部门的这个同事 是发了一个邮件过去 并且告诉他 然后很真诚的对吧 我是来自南京的一个小伙子 然后储备资金有两百万 然后就跟他想说我想要加盟他们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刚刚大一 对于商业的这个模式上面我还是非常不懂的 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还真的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 就是自己学习的途径和那个路径还是真的很少 所以我对于商业的一个层次上的一个认知 还是真的很不充分的 所以我在联系他们的时候 是想要去加入到他们这个团队当中去 那么在沟通下来之后 没想到当天还是第二天 他们就立刻就给我一个回复了 你这个也有看到 那么当时是这个康家 一开始是康家给我回复的 回复了之后 他是想就是让我发一些资料 相关的资料给他做一个介绍 那个时候的鄂勒们团队 其实还没有很大 刚刚才正在来新的一轮融资 我们后来看了他这个分享之后 我们后来才知道 我刚才联系他的那个月的前一个 就下一个月 他就拿了那个2000万的 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金沙江创投 所以我是在他拿2000万金沙江创投的 这个前一个月联系他的 然后联系到他之后的话 我比较顺利吧 应该算是 跟他那个创始人张旭豪 然后这个联系上了 联系上之后 我就刚开始的时候 张旭豪也跟我要了一堆信息 然后我也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和方案 分享给了张旭豪 那张旭豪他就邀请我 就邀请我想跟我线下见面 但是那个时候由于我大一 非常的稚嫩 从我的这个状态上看到出来 所以我有点不太敢去跟他见面 所以我就跟他约了个电话聊一下 然后在跟他电话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这个张旭豪他的一个本身 他当时跟我沟通那个状态 首先跟我沟通那个状态 可能是比较直接的 那这也是可能他个人的性格上面的一个特点 后来我也看到他演讲 确实是他性格 但当时给我的一个感受是 这个人好像对我不是那么感兴趣 因为那么当时我跟他打完电话之后 是想跟他去交流一下 就看看能不能合作 那么他给我的一个反馈是 他问他反问我 他是想问我有怎样的合作方式 那么当时由于我对于商业模式上 有一个不太清晰的一个认知 所以我当时脑海当中只记得有一个加盟和入股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想加盟和入股 当时他提出来之后 他其实听完之后就意识到 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懂商业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他跟我说 他们公司当时是没有办法再入股的 因为他们已经有两百多个人的团队 你给个两百万 现在是入不了股的 所以那个阶段已经错过了 错过最初的一个阶段了 然后他那我说那加盟去比 但他说加盟也没有这个加盟的方式 然后那后来我这个感受到 他这个跟我在沟通的过程中 就是他对资金很感兴趣 因为那个时候他确实缺钱 但是对我这个人他可能会变看重 就是说这个人是否能够帮他把南京的这个市场 能够很快打开 但那个时候我刚刚大一 确实讲话各方面真的很智能 所以给到他这个感受是非常没有那么的 能听到吗 喂 刚才听不到 现在能听到吗 对可以 OK好的 刚刚听到哪里 他刚才对你那个人 OK OK好 所以这个跟他通完电话之后 然后他就问了我反问他能够给我一个怎样的offer 然后他当时给到我的一个offer 就是200万给到他这边加入他们以后 给到一个南京区域的总代理 然后那么南京区域总代理的话 给到我一个9000块钱的一个月薪 然后那我听完之后 我当时没有太大的感受 但是我打了电话给我哥 因为我哥他其实是在比我年纪大很多 然后在商业上面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认识 然后他跟我这边探讨完之后 觉得饿了吗给的这个条件并不是很OK 因为他觉得首先第一个饿了吗 当时并没有很大 只在上海和北京其他几个地区在做 第二个的话呢 好像就有点类似的感觉 花200万买了个9000块钱的岗位 但其实隐藏的条件其实在后面 那我们现在其实看来的话 其实是感觉错过了几个亿 对 但是所以那个时候 跟鄂勒马尝试联系完之后的话呢 其实是对我来讲 他在那个商业的一个认知层面上面 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在那个阶段 让我看到了一个 就是让我自己曾经可能有机会参与的 这一家公司 没想到成为了中国的一家独角兽的这样子一个企业 并且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这样子的外卖平台 对吧 这个也让我在跟着他们一起在共同经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对商业也有了更多的一个认知和 更多的一个就是想法吧 然后那么在这个大一 错过了这个大一的这个饿了吗之后 那我在大学期间其实也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啊 然后但是我在大三的时候 当儿大三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海刚刚开了一个叫网与网咖 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到这个宋江大学院来 所以那个时候网咖的这种形式也是在当年是非常新颖的一种形式 因为在此之前全中国都是网吧的形式 那么网吧给到大家的那种想法都是又脏对吧 又小然后积息又多 然后人又杂又乱啊 都是那种那种感受 但是这个网与网他当时在上海开了以后啊 那么我们当时自己作为这个顾客进去消费完之后 那么给我的这个冲击也是非常大的啊 因为让我感受到原来网吧这种形式 居然还能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能够开的这么的好 让人在进去之后 原来是有另外一种愉悦的这种感受啊 然后那我就分析 我说那你这个电脑就本身就比其他的这个网吧的电脑少很多 对吧 那你在这个隐秘模式上又怎样去做隐秘 所以我脑海当中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所以我就去那个网约网咖做了几个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兼职啊 就像在里面一直在打工 那么打工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在做服务员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作为网约网咖 他们在全中国做的最大的网咖 当时就是刚刚在做的第一 刚刚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他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 首先第一个我进去之后 我并没有去研究他的这个这个叫商业模式 我更多的是去学习他的这个管理制度 他在这个运营管理制度上面 其实他的整个的一个晋升制度是非常明确的 在晋升制度上面很明确 就让我们做服务员的同事对吧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憧憬 就大家都想去说我做完服务员之后 然后我做店长 然后做完店长之后做合伙人 那都是这样子一种心态去做的 所以我在里面其实第一个先学到的应该是管理的制度 或者是这种公司的制定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种 这个这个制度 那第二个第二点才是我开始慢慢去研究 他这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那研究完商业模式之后就让我就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发现原来网咖他虽然电脑少了 但是他的营收额居然比网吧多了很多 他是从哪个部分组成呢 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经营方式 那么因为之前的网吧的这个经营模式 纯靠网费来收入 他可能就是说有些网吧可能卖卖那个饮料啊 可能赚一点微薄的利润 对吧 但他的这个收益模式都是非常单一的 就是纯靠网费来收益的 所以很多网吧老板之前开网吧的时候 都是疯狂往店里面塞电脑 每个店里面塞个几百台 100平米的里面塞个三四百台 所以很多顾客进去之后 他客单价都很低 每个小时上网都是固定的 两块钱一小时 但是网吧进行了一个店面升级以后 他把客户群体做了一次消费升级 这次消费升级以后 首先第一个他把环境做好了 他的区域会做出区域来 每个区域有四块钱的区域 有六块钱区域 有八块钱 有十二块 有二十块钱的区域 有包厢 他做了一个区域的区分 这样子一来的话 他的整个的这个收益 就是网费收益这块 其实不比网吧低 比网吧还更高 他做了一个这种人群的这样的区分 第二个的话 他在经营模式上面 做了一个消费的一个升级 消费升级 那以前的网吧 他只是从那个网费上面来收益 而网咖的这个主要的收益 他除了网费之外 他其实还揉进了那个快餐 还揉进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超市 对吧 还有些还做了那个奶茶 所以他其实变成了一个综合体 所以小小的一个网吧 他有了四种经营模式在里面 所以他的整个这个收益的一个状态 他其实是会比这个网吧的形式会丰富很多 所以那我在研究透了这个收益模式之后 我就立刻起身 回家回到南京 然后这个也是跟我父母沟通了一下 然后说有这个想法 那么我觉得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其实也是我父母 因为他们在我这个创业之初的话 给了我非常多的这个支持和鼓励 并没有像可能其他的这种父母 就是可能就是棒打击这样子的 那我觉得那我首先第一个 我父母刚刚开始跟他们讲的时候呢 那我父母他们其实可能在刚开始时候 也没有很认同 但是我就带着我这个带着我妈 去了很多这种就是网吧和网咖里面去做了一些调研的时候 那么他们确实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在那个南京那边 开了第一家这个网咖 然后从店面的这个找店面 然后到这个装修 再到这个运营起来 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吧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刚刚打三 然后我自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也经历了从这个稚嫩到慢慢的开始 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一家店 这个过程 然后开了其实当年的店铺刚开 然后当时呢我已经开始去学一个营销了 然后可能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口碑在当地比较好一点吧 所以身边的朋友也都比较鼓励 所以我当时去写这个公众号 公众号也是当年刚刚才兴起的 然后当时我就去写公众号 运营公众号 没想到一下子就在当地就爆火 然后整个网咖当时在南京也是没有太多的 所以当时这个我们那个店当时正好 这个南京瞬间就爆火起来了 爆火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在同年就开了第二家 然后开了几家之后 在开店的过程当中 我就其实有一些意识有一个问题 因为开店其实大家其实做这个商业的时候 就是如果对商业感兴趣 其实是想把生意做大嘛 那其实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除了自己就是个体店铺赚钱之外 一直在想着怎么能够把这个品牌能够做的 像网约网看那样大 或者是能够抢占 不说做全中国第一吧 做全中国第二也行 所以当时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发现这个真的有点难 它不仅难在就是说你的你的这个品牌上面 你的资源上面 你的很多这个东西都非常限制你 然后开了几个店之后 发现自己的能力 以及自己的这个野心啊 包括自己的这个资源啊 都是很有限的 想要做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都是很难的 然后再加上中国 其实讲实话 竞争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我们在开网咖的这个 第二家店开完之后 很多这个同行看到我们这个模式之后啊 包括很多陌生的这个 没有不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也看到我们这个模式做的很好之后啊 就义无反顾的往这个行业里面去冲 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开店啊 疯狂的就当时就迎来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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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家正名的这种状态 然后我们在开店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很多这个阻力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有大家去打价格战啊 然后最终我们其实是啊 我们其实是可能比其他店运作的一直都运作的好一点 是因为我可能更多的学到了一个管理制度啊 从那个大的城市去学到一些管理制度 然后在在南京可能很多其他同事在开店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去注意到这些 所以我们的服务啊 包括在这个管理制度上面啊 可能会比其他店好一些 可以经营的好一些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 这个生意是不是我接下来一辈子就要去做的一个生意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思考完之后 发现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限制比较大 因为它实体店开店每一个店一个一个去开 然后开的过程当中阻力也很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有一度时间去陷入的这个思考 到底要怎么样把后面的路可以走开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我就可能就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啊 就选择了可能就是想去把自己放空一段时间 然后去选择一个留学啊 把自己的学业继续这个完成之后 再去回国之后 可能再看有没有好的这个模式 所以那我们在16年的时候 可能就开始决定到英国这边来留学了 那么来留学之后也是有经历的蛮多的这个事情的 那么在留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可能跟其他同学可能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自己可能自己之前在国内就是有过创业的经历 所以在来到英国之后 我更多的可能第一是学习 第二可能是看这边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也是在找寻那个机会 那我来到英国的第一个礼拜的周末 我就去餐厅去打工了 跟其他很多这个可能同学也是一样的 就跟这个去餐厅去打工 那么我在前面的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 前面第一个月吧 我基本上把在纽卡索当地的那边的这个华人的这个资源 全部都已经混得很熟 大家老板这边都混得很熟 然后积攒了资源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如果去到一个陌生城市的话 首先第一个如果逼着自己强迫自己的社交 社交之后 那其实你会从这个人脉的关系当中 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利用 那么我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把这个当地资源全部都摸得很熟之后 我就开始发现英国这边 其实在当年来讲的话 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地方 可能是没有中国那么的发达的 特别是在基础的互联网应用这一块 特别是你像我们之前可能经历过 那个Elema的这个成长和美团的这种成长之后 国内很多的这种行业都已经非常的高级 但是来到英国这边之后 发现可能点个外卖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思考了很多问题 也尝试了很多的这个行业 和尝试了很多东西 那我可能第一个看到的需求是 看到的第一个需求是租赁 因为我在刚来到英国之后 第一个月除了打工之外 我自己一开始是住在学生宿舍的 那么住在学生宿舍的时候 我发现学生宿舍的那个大学的学校宿舍 它的价格性价比不是很高 然后自己可能自己后来自己出去住房子住了 没想到校外的这个房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 然后自己去找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普遍留学生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语言障碍 还有就是一个信息差 那很多同学他可能在国内 然后找不到海外的这个 找不到海外的房子 然后只能在这个学校 定一个学校的宿舍 但是学校宿舍有很多宿舍都是很小 然后价格也很贵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帮助很多这个留学生去解决租赁的问题 也是比较巧的是 我正好申请了学校的这个工作 然后也接触到了很多的新生 然后也组建了很多的活动 然后第一个月吧 就是前面的三个月 就是第三个月左右 我帮助的差不多 接近200多个新生 就是在纽加州那个地区 解决了很多租赁的问题 然后在解决这个租赁问题的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也 我这个合作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中介 也合作了很多的这个学生公寓 那没想到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也发现了有一个契机 就是原来这些中介和学生公寓 他们也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 来去帮他去拓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这种中介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学生公寓 他们也跟我们来跟我来谈 发现这个人很厉害 一下子就搞了这么多个学生来帮他住房 所以他就跟我来谈这个说 要给钱给我 然后那么要给一些返现给我 给一些返佣给我 然后原来我发现原来 原来帮别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在帮这个学生在解决租赁的过程当中 原来需求方他其实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帮他去做marketing 然后那么我当时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个市场上面可能租赁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意 然后所以我在前面的第三个月 刚来英国的第三个月 就把我第一年的学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全给挣了 所以这也是比较巧 对 然后这个那么在这个租赁的 在解决租赁这个问题的过程过程之后 那我后来其实是在有发现 就是说租赁这个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生意 对吧 它不可能就是说每一年 我们年年都可以在 每个月都可以在做注定的这个事情的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就也在探索和研究 有没有其他的种商业的这个模式 后来回想起 就是我12年的时候联系这个张绪豪 饿了吗的时候 我发现英国没有点餐外卖平台 怎么没有点餐外卖平台 就觉得很不行 就觉得自己也得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所以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idea 就想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自己也在找自己的一个定位 也在找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OK 那这边是16年的4月份 当时是在帮各个同学 就是找到他们的这个合适的住所 那个时候也是同学非常感谢我 然后那个中介也非常这个感谢我 所以当时做了两面好人的感觉 OK 然后那么在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刚刚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有很多想法你没有用 那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学这种计算机专业的 对吧 那你有想法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它只不过是第一步 也是最简单的一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遇到了挺多的贵人的 真的遇到挺多贵人 这些贵人对于我的这个人生成长经历来讲 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首先第一个我在那个比较巧的一点讲 讲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是这个 就是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他 这个可以先暂停一下吧 这个是那个一周到时候 如果这个人的图片到时候 你们如果放到其他social media的时候 可以把他们批掉吗 OK好插一下 第一位这个大哥的话呢 他是算我人生当中比较贵 比较重要的一个贵人 他叫裴哥 我可以这么称呼他 那么他是在我们那个大学这边 做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的一个老师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中国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律所的一个律师 这个合作律师 律师合伙人吧 然后也在大学任教 所以他整个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个认知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跟他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机缘巧合 也是非常的神奇 因为我在刚去那个读大学的时候 我有去健身房 然后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有一个大哥 一直在踩那个椭圆机 然后去了好几次 这位大哥一直都在踩椭圆机 所以我就在想 这位大哥是不是不太会用其他器械 然后我就去尝试上去跟他去做沟通交流 想去告诉他其他器械怎么用 然后没想到交流完之后发现 他这个居然也是这个江苏的 然后呢他也在南京待了很久 他的那个本科大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都在南京大学读的 然后那大家就机缘巧合之下就有了很多联系方式 就觉得就有很多共同语言 然后大家就就就就就认识朋友了 认识朋友之后的话呢 他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的创业的一些想法 然后他非常的开放就把我介绍了给他的朋友 那么他的朋友就是图片当中你看到这些这几位 这位是叫达哥 他是一个计算机博士在我们学校 然后这位是企业也是一个博士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认识到了这两位同事之后 特别是这位达哥 这位达哥他是计算机博士 那么我当时在把自己的这个商业idea 在跟大家去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就在想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做成 就是我是想跟他们去分享的时候 我是想说想要打造一个海外版的美团 就是海外版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 这样的全站式服务平台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 就帮助学生解决租赁 帮助学生解决这个外卖的配送 对吧 然后甚至把这个业务做到local当中去 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idea的一个想法 然后那么当时那个达哥就跟我说 他说他说我自己本身是学计算机的 然后第二那个你可以去做一个平台 做一个网站做一个app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实现 那我当时因为自己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所以我当时可能会想到 哇这么多的功能需求 叠加起来可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对吧 所以事实下来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所以我们在这个 大家共同探讨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就说那大家一步一步走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先把先看自己尝试 尝试看看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16年确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做一个全站式的这样子的生活服务平台 然后先服务这样的华人 再服务这样的local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确定的这样的目标 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达哥也是比较巧的是 我们当时看到学校 我们当时学校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业中心的 然后我们当时就去学校 去跟这个创业中心的这个负责人去交流 就看看这个创业中心 能不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创业团队 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 没有想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创业氛围 没有我们活力那么的热烈 然后我们一过去以后 整个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创业中心 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好的一个idea 甚至是有这样的一个执行力 对吧 那立刻就跟我们 跟我们就是 让我们就是提交一个商业的一个business plan 然后并且 邀请我们入住到他们的这个创业中心当中去 所以在那一年也比较巧 10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大学的这个扶持 给到办公室 给了一切的条件 给了专业的这个辅导 给了所有的这些条件 所以我们那一年 16年10月份 这也是我刚刚到英国 差不多第四第五个月左右吧 然后就已经拿到了学校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就赞助了 然后我就开始组建团队了 在大学组建团队 然后甚至是当时在组建团队过程中 一直把这个团队业务延伸到了约克 其他的城市 因为我一直去各个城市去走访 看到一个能力不错的同事 我就邀请他加入到我的团队上去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讲实话 创业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一直在不断的交朋友 一直不断的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可以这么去说 所以很顺利的就是得到了学校的这个支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经历的挺多 经历的挺多东西的 那么第一个刚刚看到 就是我们那个达哥 其实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那大家可能在这个发现 就整个的这个事情 正没有那么简单 做一整个全战士的这个平台的话 别说他一个人了 对吧 你十个人的技术团队 把这个产品能够开发出来 都是一个 都是要花费很多精力的事情 所以当时 那么我们有认识到了 另外的一个计算机博士 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的话 他也更厉害了 他的话呢 是之前在Ellam 我们没想到聊完之后 大家还有共通点 他之前在12年13年的时候 在Ellam当时是给Ellam 做这样子的一个 技术架构的一个开发的 整个的搜索引擎的一个基础的搭建 就是他开发的 他的学历也非常非常高 然后他来到我们学校 也是做这个学术交流的 然后那么也有了他的这个加持之后呢 我们的整个这个想法推进的速度 就变得更快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推出了自己的网站 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基础的一个APP吧 然后先解决的是租赁的这个问题 然后开始我们就在研究 这个餐饮的这个事情 该怎么弄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创业大赛 创业比赛 包括去2017年的时候去参加的那个曼城 那个冲灰杯的创业大赛 然后在冲灰杯的创业大赛当中 我们认识到了那个Hungry Panda 也是没想到这个最后 大家可能变成了一个同行是吧 然后当时认识到Hungry Panda 然后我们当时也就是 有看到这个大家也在共同的创业的这个路上 那么2017到2018年的那个时候 我们在做租赁的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自己其实也在做这个餐饮市场的一个调研 那么我们其实在2017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中间还有一个忘记穿插了 有一个地方忘记讲了 我们在做调研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禁掉了这个餐饮的整个餐饮市场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 其实我们其实想做的这个事情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 我们不仅是想要服务这个海外这个华人这个客户群体 因为华人客户群体在整个这个海外市场层面上面 它的市场占比份还是很小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真正的找到核心诉求 能够解决本地的这个客户 就是能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 那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讲 将来的这个成长的天花板可能会更高一些 所以我一直在各个城市辗转反侧 当时跑了差不多八九个城市 拜访了上百个商户 然后一直都在不停的跟各个商户在做交流 那在做交流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的欧洲的这个餐饮市场份额 和这个欧洲和北美这块餐饮市场份额 它可能会跟这个亚洲的这个餐饮市场份额 有很大的各个不一样的点 怎么样的不一样点 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结构化 那首先你像整个的这个欧洲这一块 那各个城市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分为城市和这个城镇 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但是整个欧洲和北美这块的这个城市 就住在城镇的这个居民 它其实是比城市的居民要更多的 所以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形式下的话 那整个包括每个英国这边各个城市 或者欧洲的各个城市 它的每个城市的这个人口体量 和商户的基数都非常小 所以我们禁调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英国这边的这个餐厅的商户 它的客户原本是属于谁的 原本是属于这个商家自己的 因为你像我们自己 比方说我们点个外卖 或者我们要吃个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住在这边 95%的这个客户 基本上都也是住在周边的这个常住居民 对吧 那么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自己心里面很清楚 我们要点哪家外卖吃 因为基本上都点过一遍了 想吃都点过一遍了 对吧 所以心中都已经有一个 想点的那个外卖店了 所以客户原来是属于商家自己的 第二个一点问题是 在那一年的时候 很多商家自己都是具备自配送能力的 包括城市市中心的商户 都是有自配送能力的 所以我们中上所述 我们发现其实整个海外的这个餐饮市场 其实很多商家他其实根本不缺这样的平台 他缺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系统解决方案 解决不了这个软件这块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当时跟熊猫走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道路 他们可能是往着这个外卖配送 华人这条细分的赛道上面去解决配送这个问题去了 但是我们是往着这个商家系统软件服务 这个方向去走了 所以两个公司可能就走的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这也是可能他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很专注 这也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在刚开始时候 这也是我们总结下来的一个失败的一个点 不能说失败 应该说是不太好的一个点 就初创公司一定要专注 做任何的一件事情一定要专注 就前期的时候不能把精力太分散 因为你的人员精力有限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时候是先做了租赁 然后再想到做了餐饮这一块 那么我们在17年的时候 在17年的时候 这边讲到17年的时候 17年的时候由于我们的这个 商业的这个idea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得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验证 就是我们自己在租赁市上面赚到钱了 对吧 然后自己可能有一些口碑 然后那么在跟这个自己老家的朋友 然后这个大家都很支持我 然后也都看到我一路走过来也都很不容易 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对我也表示非常支持 所以我在17年的3月份的时候 就拿到了第一轮的这个天使轮的融资 也是从我身边的这个同学和朋友之间拿到的 然后自己也出资了这个100多万 总共差不多拿了300多万吧 然后就开始来做这个事情了 然后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支出的话呢 我们先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租赁的业务 这也大家看到这个是在南京这边 我们租了办公室 然后我们在短短的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把全英国的这个租赁的这个品牌学生公寓 全部都基本上拿下了70% 所以我们当时整个英国当时是服务了1000多个学生的 帮助1000多个学生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租赁的问题的 然后当时整个全英国我们都是帮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租房的这个合作机构 然后那么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我其实在租赁这个事情 只不过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战略布局里面的 当时是一个部分 因为当时是想着先服务好华人 再服务好本地 那华人这个客户群的主要的客户群里是学生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租赁就在这个学生这个群里之上 设了三个阶段 留学前留学中和留学尾 所以就从留学前端先做租赁 然后留学中端做餐饮 然后留学尾端再做这个 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的 那么在做租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解决了很多租赁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发现这个商业模式啊 它确实很轻 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几个问题 几个点 这也是我觉得创业需要总结的一个地方吧 有三个不太好的因素 做租赁 第一就是它的一个用户 它没有任何的复购 所有的这个租赁的这个客户群体啊 它基本上一次性服务 就你可能 你可能抓住这个客户群体之后 你可能只能服务它一次 它后面来到英国之后 它可能自己会找房子去住了 对吧 或者是很多品牌学生 供应它自己可能会去做这样的活动 甚至活动的力度 可能比你这些代理机构可能会更大 对吧 第二 就是在做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它的一个客户群体 它是受限制的 它是非常细分的 就你这个客户群体 你还是2C的一个业务 这个2C的业务的话 你除了这个 你要砸很多钱进去做这样的 一个线上的这种品牌推广的话 你其实作为一家小公司 你其实很难去获取到这个渠道的 第三 就是现金流 作为这种就是 轻资产的这样的业务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现金流非常糟糕 就是品牌学生公寓是一年 结一次佣金的 对于你个人来讲 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但是对于公司来讲是非常致命的 你就免费给别人做了一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 marketing的这个team 所以你的 它的一个编辑成本 非常非常高 就是你服务的客户越多 你的这个 自己需要电出去的钱就越多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其实看到说 整个商业模式里面 如果你选择去创业 其实作为我现在 给到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一定要去看 这个商业模式里面 这几个点是否满足 首先第一个 顾客是否会复购 对吧 就是他是否会有一个 自己来形成一个 这种用户的一个列链 第二 对吧 你的这个客户群体是否 体量是否足够大 足够你去在这个市场 上面去做 第三 你的这个现金流 是否是好的 一个正向的现金流 就是钱是不是先到你这里 再到商家这里 对吧 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必须得要满足 这几个基础的点 然后你再考虑 你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模式 他到底是不是能够去做 不然的话 你在经营力的过程当中 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会非常煎熬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别人拖累 所以我们在这个 前面的三个月左右 我们在做了这个租赁之后 那我就返回到了英国之后 我就开始禁掉了 这个餐饮的这个市场 餐饮市场这边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 那禁掉完餐饮市场之后 我发现原来这个市场里面 原来是有另外一种模式 可以去做的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 17到18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去做这样子一个 餐饮的这个市场禁掉了 这个也是当年17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熊猫最早的时候的APP 那么当时的时候的话 我们看到当时熊猫上了 这么一个APP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决心说 一定要做的产品比较好一点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 他买了一个代码 原代码 买了一个原代码 这个整个的客户服务体验 非常糟糕 因为他当时前面 做的几个城市 刚开始第一个做的城市 诺天汉 第二个城市 那个考文锤 然后我们当时就去的 那个考文锤和博明汉 然后我们做禁掉的时候 我们发现 商户的这个服务体验 也不是特别好 那也是人家初期 在做的过程中 产品的这个服务体验 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 那既然我们要做 就要做一个好的产品 让咱们中国的用户 一定要使用的这个 服务体验要好 对吧 各个东西都要好 所以当时就花了很多时间 在这个软件开发上面 所以在17到18 17到18年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潜心 在做这个产品的这个开发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 讲实话 我们丢掉了蛮多的机会的 所以这边也要给大家 创业想创业的同事 从同学吧 有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有想法 先动起来再说 管他产品好不好 对吧 先上个产品 看看这个产品 就是说能够先积攒一波客户 然后再慢慢优化 其实这个其实也是 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 就是可能你没有走过 要避走的一些弯路 所以这边我觉得 可以提醒给大家 OK 好 这边也是我们的一个 公司的一些变革吧 对我们从A开始做租赁 名字还叫HouseHZ 然后再到这个鸣窝窝 对吧 做了这样的一个 全站服务服务平台 然后再到了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 禁掉完这个餐饮市场之后 我们发现 包括我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创业团队需要专注 所以我们在18年的 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 租赁业务就给cut down掉了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在从事这个 餐饮业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整个的 公司团队的这个精力 虽然公司人员很多 对吧 钱也有 但是发现 如果不够专注 做一个赛道的话 会浪费掉很多时间 因为租赁那边 又有很多事情 然后这边又有很多事情 对于租赁团队来讲 首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你要专注 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18年的时候 就决心把租赁的事情 先给cut down掉 然后全身心的 去做餐饮这块事情 所以我们在19年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上线了 我们的这个 小程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边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边 有做到18年的时候 对吧 1718年的时候 上线了这样的一个 租赁的这个小程序 也是非常好看的 页面做得非常棒 是吧 然后当时呢 我们在国内 也有一个竞争对手 一箱好居 我觉得16年17年 真的是创业的爆发年 是吧 那个时候1617年的时候 Hungry Panda也在做 然后一箱好居 也是那个那一年 刚刚大家开始一起发 也刚刚起来的 所以那一年 对于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讲 算是一个厮杀年 就是可能比其他的一些 创业的这个同学 可能要更加的凄惨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 有各个行业大佬 大家都在从事做这个 我们所做的这个业务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东西 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也经历了很多的这种挫折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去坚持 把我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给它变出来 所以我们在19年的时候 上线了我们这样的 小程序的这个平台 小程序的平台 我们上线之后的话呢 没想到刚刚去做了一个城市 就是约克 作为我们第一个城市 刚刚一做 然后立刻就拿下了 很多的这个商户 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 非常得到这个商家的认同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 从系统角度去出发的 对吧 我们也不跟商家去做抽拥 商家用了我们的系统之后 对吧 自己去运营自己的客户 然后也觉得这种模式非常好 然后包括也以奥维码为核心 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去做的 所以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的话呢 我们2020年的时候 在英国这边也打开了 20多个城市 然后很多地区的同学 都有在用我们的系统 可能在伦敦的这个 各位这个朋友 大家可能没有用过 因为伦敦这个市场环境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产品 更多的是适合 就是城镇 有自配送能力的这些 有自己想运营客户的 这个商家的 伦敦这边的大部分的餐厅 它其实需要这个平台 去帮它解决配送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伦敦的 这个合作的商户 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在21年的时候 我们这边上线了 我们的这个 本地的这个产品的业务 我们本地的产品业务里面 其实就是包含 这个扫码点餐这个业务 所以这边其实又给大家看到 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 发展经历 那么我们在19年上线了 这个小成群平台之后 对吧 我们20年这边 打开了这个 17个城市的 到20个城市吧 然后我们在21年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本地的 这个产品的这个业务 在英国这边做的 还蛮不错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本地 终于把这个华人赛道 终于做到本地赛道当中去了 然后我们本地的这个产品 它其实是主要以 奥维码为核心 然后解决的是 餐厅的商家的 唐式扫码点餐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种外卖店商家 就是帮助他们 这些搭建起 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 就是奥维码的下单的系统 然后他们可以通过 自己的一套奥维码的系统 可以把其他这种 包括其他平台的一些订单 转化到他们自己订单来 可以让商户和用户之间 搭建起一个 直接沟通的一个桥梁 所以这样子以来 其实可能避开了一些 就是这个 其他的这种 就是竞争对手 就是选择了一条 差异化的这个赛道的打法 然后那么我们2022年的时候 也是开始在 今年的一月初 一月初的时候 我们的业务业 已经走到了瑞士去了 所以今年的整个的 这个业务规划 前期的业务规划 也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 就是我们会开始 在海外做扩张 还有以及英国这边本地 做业务的一个圣根 就不断地把本地的 这个赛道做好 所以可能跟大家想象到的 我们的一个 这个平台有一点区别 就是我们可能并不只是 做这个华人这个赛道 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赛道当中 选择我们的客户群体 然后选择懂运营商家 或者想去运营自己客户的 这对商家 因为我们坚信这个 可能是未来餐饮的赛道的 一个方向 就是更多的商户 它会跟用户产生 直接的联系 好的 然后这是我们目前 现在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形式 全英国现在已经 超过20多个城市 然后整个小程序的 这个平台已经超过了 8.6万的这个用户 现在其实已经超过10万了 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数据 OK 然后那么现在商家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 实用状况 OK 好 分享一下我的一个 学习方式吧 我自己的一个学习方式的话呢 其实跟很多的人 可能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可能看到 就不同的人 是有不同的学习方法的 那有些人是通过 这样子的一个读书 从书籍当中去学习 然后有些人可能是通过 自己在线上去做 信息的整合去做学习 然后那我自己可能会 更加倾向于 是先从人去学习 我会我特别喜欢去交流 然后跟不同行业的人 去做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其实给到我的一个提升 就是我可以吸纳他的 很多这种优秀的地方 对吧 那么我们在跟这种优秀的人 在交流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 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然后并且他们有一些成功 或者是失败的一些经历 给到我们的同时 让我们也可以 就是节约更多的时间 可以避开这样子的一个 浪费的这个时间吧 所以这个可能是 我的一个学习方法 我可以先从人 然后再从试 然后再从信息去做 然后再从书籍 就系统化的去学习的一种方法 所以这可能是 我的一个学习方式 OK 然后这可能是 这边最后想给大家 分享的一个观点 就是也是我们 这个分享的一个主题之一吧 就是趁年轻多折腾 就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可能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创业的过程当中 如果找到合适的人 那就跟着这个人去做事情 如果先碰到对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尝试去创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我一直可能会 比较看重的是一个机会成本 对我来讲机会成本 其实是也跟那个王兴 就是那个 国内那个 叫什么平台 美团 对对对 美团的这个创始人 王兴 他提过的一个观点很像 就是 凡是如果你想创业 一定要多尝试 只有多尝试之后 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一条路 然后那么我自己 现在看到就是 你像我们正常 如果是像我们自己的话 作为男孩子 可能是一些片面的 作为男孩子来讲 可能我们的一个就业的时间 可能还是比较短 可能在55岁之前 可能大家是一个就业的一个 就业或者创业的一个黄金期 因为到了55岁以后 不是说不行 而是说55岁之后 大家的这种感知能力 因为我现在通过父母也能够看到 就是他的感知能力 对于周边的这种 氛围的这种感知能力 会变得差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生存压力会更高一些 上有老下有小 对吧 包括女孩子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讲 其实可能就是 这个就业的这个时间 其实还是不是很长的 对于一个人的这个长时间来讲 那么我们如果从20岁开始算 或者25岁毕业的话开始算 到45岁或者是50岁 其实也就20几年 那么20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次就业 其实如果你想想在这个行业里面 做得很好 或者是你想要在这个创业的 这个事情上面 把它做得很成功 其实至少是要有三到五年的 这个沉淀的 你才能把这个行业摸透 把这个事情给它组建起来 把它给充电起来 对吧 那么其实如果三到五年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倒推 我们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 有几次机会 所以我之前的整个人生经历 虽然我之前可能一直都年龄不大 对吧 这个年纪很小 现在已经慢慢的上年纪了 所以我在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反复的去尝试 而且去不断的去这个去试错 然后一旦让我看到 就是说意识到 我在这个创业的经历过程当中 或者是我就业的经历过程当中 有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事情 是我必须得要放弃的 我会果断的放弃 就像我之前做租订的时候 虽然那个业务是能挣钱的 对吧 但是在让我看到的这个业务 它并不能够持久的 把这个业务能够做得很大 并且它并没有产生一个 很好的一个复购的这样子 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那我就立刻当机立断的把它断掉 专注的去做当下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机会成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刚刚毕业的这个同学 我觉得这个第一次的一个就业机会 和创业机会 是我们没有任何负担的时候 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没有家庭的这个负担 没有孩子的负担 没有这个上有老下有老的负担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选择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要在 在最有经历的时候 要去把自己的所有的时间 投入到这个自己觉得热爱 或者是自己觉得值得投入的地方 去认认真地去把它给做出来 所以这可能是我的一些危机意识感 那么今天可能就是想 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边 不想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有 没有什么这种问题 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些交流 这个可能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 做的一些简单的一个分享会 好吧然后一周老大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你先停止共享一下 好嘞没问题 暂停共享 要退出是吧 你暂停共享一下 稍等一下 好这里 好对 我觉得太棒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比较浅显的分享一下 然后逻辑上面也有点乱 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真的是觉得连赛有为 真的是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先聊聊 我觉得就算别 其他人不提问 我也有挺多问题 好的 我想问一下你 你们这个小程序是 是怎么样的盈利模式 怎么样流程呢 其实我们小程序 现在作为我们整体业务里面 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分支了 因为刚刚给大家提到的 就是说 我们其实不仅仅只是想做一个 海外的一个华人赛道 那么海外华人赛道这个市场份额体量非常非常小 我们的一个商业模式 其实更多的是 通过收这样子的月费的形式 跟商家合作 就是每一个月商家就付我们一个月费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跟商家合作 就是以工具的形式 SaaS系统服务的这种商业模式 跟商家去合作的 所以更加偏向于2B的业务 可能并不是2C的业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座的会员 可能大家在伦敦没有看到我们在做推广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 商家在各个群里面会去用我们这个系统 商家会自己去准备去推 所以我们平台所有的用户 都不是我们自己做推广推出来的 而是商户自己把这个应用 推给他的客户群体 然后用户会用自己的这个 用这个小程序 相当于你只收他那个软件的使用费 对对对 软件使用费没错 然后我们在这个软件使用费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不断的每一年 都会把这个价格不断的就是会降低 就是来提高我们这个竞争门槛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英国这边做完之后 我们现在就开始去把这个欧洲的市场和中东及北美的市场 我们现在也开始大力开始去拓 因为这个商业模式还是比较新的 在其他的这个国家来讲的话 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人在这么做 那如果是不是中国的商家 商户的话 他们是用什么 其实那个刚刚跟你提到就是小程序的这个业务 目前只在我们的公司的整体业务当中占的比例非常小 我们现在其实从2021年开始我们整体的业务 其实更多的去倾向去做本地这个赛道了 你们现在大家可能在伦敦有一些餐厅可能会用到我们的系统 像那个就是花田一间 然后像这个就是养工馆 你们如果去吃饭的话 可能会看到有这个商家会用我们的扫码点餐这个系统 那么本地的业务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用户是用那个相机去扫的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抓住的这一次机会是什么 因为这一次我们整个那个产品的核心的观点是奥维码 因为我们在17年到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想给商家去做独立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唯一的一个特点就是小程序 它有每一个页面都有一个奥维码 所以商家在用我们小程序的时候 是把他自己店铺的奥维码分享出去的 所以他更加觉得这个系统是他自己的系统 所以他愿意去推 对吧 那么我们其实意识到商家 其实很多商家基本上他都会想自己去做自己客户的运营的 但在运营的过程当中那你要有一个好的工具 他才能够去做订单转化 你像之前在2000年之前 整个海外的市场基本上很多用户 他没有被教育过 没有被教育过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用户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扫这个奥维码 但在20年之后 那么我们发现就是政府各个国家政府 现在开始正式推行这个奥维码 所以你像你大家现在去餐厅吃饭 对吧 很多之前封锁的时候 那么这个餐厅都需要吃饭之前去扫一下这个奥维码 去登记一下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加速 还有这个行业的一个行业的头部的一些玩家 比方像Nandos 在20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部的取消了纸质菜单 全部你进去想吃饭的话 你就必须得要扫码扫码才能点菜 所以头部的这些商户 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教育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去把这个奥维码的这个业务 该再给他推进下去 那么这个是我们给到餐厅的解决方案 就是解决他这个糖食扫码的这个功能 因为这个功能对于餐厅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能够帮助他们节约这个店面的运营时间 运营效率提升运营效率 第二个就是顾客他其实这个服务体验也会提升 为什么服务体验会提升 因为你像我们每次去吃饭的时候 对吧 你像伦敦这边非常热闹 大家天天都排队 很多我经常去吃的日料店 天天排队 然后那个服务员把你引到座位上面 然后给你一个菜单 然后就跑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像首先第一个菜单上面全是这个文字 然后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人来讲 那可能没有看到图片 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菜 对吧 那我们这个电子菜单可以给到一个图片 然后给到顾客有一个服务体验上的提升 第二个 那在没有系统的同时 那我们其实在英国这边去 就是叫服务员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眼神去做交流 对吧 如果那个服务员很忙的时候 眼神不给你 那你可能更多的 对吧 那你可能更多的其实就是要一直在等待 一直要等 一直要等 所以会耽误很多时间 那服务的这种就体验会变差 那么顾客如果扫码点餐的话 他自己就是在桌子上面 他选好了菜品自己下单 下完单之后 那前台他自己又能收到 无论从顾客的角度 还是从餐厅的角度 他都会大大的节约很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到餐厅的解决方案 给到比方说 你像这个周边的一些外卖店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外卖店都在使用 外卖店的这个解决方案也是 我们的二维码这个扫码点单系统 因为之前的话 有很多外卖店都有自己的网站 但是网站的这个定单转化率 并不是很高 因为你有一个网址 对吧 那人家老外并不会因为你有网址 去输入你那一长串的网址 然后去你自己家的网址去下单 对吧 还会去选择去平台下单 因为他只要点两步就到了 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二维码之后 我们提供这样的二维码 给到我们这个外卖店的合作商户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二维码的这种模式 就可以直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 订单转化吧 把其他的平台订单转化到自己的系统上面 可以避开抽拥 对吧 或者是有些没有上平台的这些外卖店的商家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二维码的这个下单系统 能够让他的顾客 对吧 不用再打电话来下单了 就是用找二维码的形式来下单 这个是我们目前 给到餐饮市场的一个解决方案 也是感 也是比较觉得就是敢在了史上 就是一个风口上吧 因为现在2020年这个疫情的加速 导致了整个二维码在海外这边 瞬间的火了 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个二维码一旦火了 那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使用 就是这个餐饮市场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专注做的这个事情 对 那个如果是客户扫那个二维码 他会到什么 到什么界面 是到你们那个程序 是一个app吗 还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小程序的话呢 他会是在我们的平台 顾客扫的这个小程序之后 他会在我们那个总的小程序的里面 但是用户扫开以后是商家自己的页面 所以他不存在 就是说自己的流量会被分化 而是说那我自己在做运营的时候 他就相当于是一个工具在用 但是如果是本地的客户的话呢 他是完全独立一套网站系统 但是我们后面会整合所有的商家 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来 将来我们会自己出我们自己的app 然后给到商家独立系统的同时 我们会整合商家到我们自己的系统上来 帮助商家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广和营销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布局吧 这个现在开发的小程序不是很便宜吗 商家为什么自己不开发一下 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区域吧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开发小程序很便宜 这个小程序首先第一个淘宝上面 有很多商家去买这个淘宝上面的小程序 然后淘宝上面有什么圆码 有什么这种 但大部分的这种小程序 在国内的淘宝上面买的小程序 它都是一个模板 我们有很多商家自己都做的小程序 后来用我们的小程序 为什么 因为国内的这种模板小程序 首先第一个 它是所有东西它是固定在那里 就是你比方符号图标 然后地图地址 它都是按照国内的这种开发标准去开发的 所以海外的商户用起来根本就用不了 第二个的话 你像海外它这边的整个 就是你像国内有一些淘宝上面 帮你部署一个小程序之后 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层面上面 它的服务器是国内的 它不会专门给你开一个服务器 因为你这样 你如果自己作为商家 你自己租赁一个英国的服务器 可能有几千块钱人民币一年 对吧 那这个其实是很多成本 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整合了所有的资源 让商家用最少的钱 然后去享受最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相当于是 对这个也是大部分商家 其实就是为什么选择 我们的一个原因吧 再其次就是说 这个商家在使用这个系统过程中 大部分的餐饮商户 大家是没有那个时间和能力 去做这个开发的 就是有能力和 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开发的 这个同事的话 他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 也是不尽如意的 也要花很多钱去做的 因为你就算买一个原代码 回来改 你每一个代码去改 改完之后也要花很多钱 因为人家这个技术同事 也要去研究这个不同 这个国家的这种运作模式 我还有问题 等一下先给 宋敏提问一个问题 我看一下 疫情对你们的客户的影响这么大 疫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对这个其实可能跟你想象的是完全相反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 整个餐饮赛道 它其实是分类的 什么叫分类呢 因为整个的欧洲这边也好 还是北美的也好 它餐饮这整个的这个疫情 对于很多行业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对于餐饮行业 它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因为餐饮行业它分两个类 一个是餐厅 还有一个是外卖店 所以那在这个疫情期间 那城市里面的餐厅关闭掉了 对吧 但是周边的这些外卖店 全部封印封涨式的这个开 理解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因为餐饮你的这个外卖店的生意 特别特别好 所以大家选择我们的这个服务 也这个客户群体也特别特别多 然后再加上现在疫情也慢慢解封了 然后餐厅这块的这个经济也开始复苏了 所以唐食的这个顾客也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唐食这个餐厅的这个客户 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这次疫情真的给了我们巨大的机会 也给了我们这个巨大的帮助 特别是这个奥维码的这个加速 然后身为连续创业者 你是怎么定义成功的 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非常不成功 或者非常失败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现在还是爱一直摸索 一直去摸爬滚打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定义成功的话 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物质上的标准 就是你可能更快的实现一个 就是这个财务自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可能是精神上的满足 就是你在做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在享受你在做的这个事情 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否你觉得 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的价值 是否你能够在这个 做的这个事情过程当中 你能够看到你所做的这个事情 你的用户 你的商户 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正能量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那其实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其实无论是之前做网咖 还是做租赁 还是做现在的这种餐饮 其实我一直都很享受这个创业的过程 因为我在之前做网咖的时候 我能够把很脏很乱的网咖 对吧 改造成那种非常好的一个网咖形式 然后让所有的年轻人 有一个好去的地方 因为之前在国内真的 大家年轻人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因为年轻人大家就不打牌 对吧 我们像我父辈那边天天打牌 那你像我们年轻人没地方去 除了KTV唱歌 然后就是游乐场去玩 然后那就是网咖了 对吧 那网咖的氛围环境又那么好 然后又有吃又有喝 当时其实那个做那个的时候 也是给我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 做租赁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在帮助一千多个这个中国留学生 解决租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到帮助这些留学生 就是找到他们适宜的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其实心里面也非常开心的 他们也非常感谢我们 也很多同学到了英国之后 也跟我们变成了朋友 然后那么对于做餐饮这一块 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也是让我感受 成就感最大的一个地方吧 因为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它还不太像其他这种 类似的竞争对手 他们更多的是 整合商家之后啊 跟商家是一个抽拥的模式 它其实是凌驾于商家之上的 所以会决定商家的这种 这样的生死的 或者是决定商家的 这样的一个生意的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下 商户给到这个平台的返汇 普遍都不是特别高 因为大家都不想 自己赚的钱对吧 你像Deliver也好 其他平台也好 抽30% 很多商家其实 你像100磅的这个餐费 30磅被平台抽掉了 对吧 自己还要付人工水电 房租成本各个之类的 自己到手上 其实就没多少钱 所以其实很多全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商户 其实都比较反感的样子的模式 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是在帮助这个商家 把他的客户 你要想自己做客户运营 OK 我们提供好的系统 不断地完善我们的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帮助你来做 这个客户这个运营 然后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用户 对吧 他下单的时候 他发现 在你小程序上面 点的这个外卖 比其他平台上面 点的外卖更便宜 因为商家不被抽拥了 他会把自己的店铺原价 或者是打折给顾客 第二 那么商家也更加愿意 跟顾客去做交流 因为顾客是直接跟商家点餐的 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 我们会看到 各个就是我们服务的 各个客户群体 它都是一个正向性的 所以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做的非常有意义 所以这可能也是 精神上的成功吧 应该算是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像那种对比的 就是提供软件的那种客户 那个商家不是会经常 有一些软件上的需求 这样的那个客服的工作量 大不大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商户这边 其实做2B会比做2C会简单一点 因为2C这里的问题 其实讲实话真的会非常多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们在做租赁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后来我们18年的时候 会放弃掉做租赁这个事情 因为他的这个服务的 编辑师们真的很高 因为你如果想保证好 一个好的服务 你一个比方说你一个客服人员 你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线上的这个 就是租房的这个客服人员 你他有一个上限 你一个月最多 可能服100个客户 你可能就已经蛮难了 因为你要记住 每个客户这种需求和信息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个上限 如果你超过那个上限的话 他的服务质量就会下降 对吧 但是我们在做2B的过程当中 首先第一个 大部分的商户都是成年人 大家就是这种 就是理解能力还比较好一点 而且还是海外这边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 就是可能会比国内要好一点 因为我们自己在国内 自己尝试过 国内发现 有可能国内的这个商户 大家可能受到的 这个就是这种 就是推销啊 可能太多了 所以就不愿意跟你去说话 那我们在这个海外这边 会发现 大部分的这个商户的 这个沟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方式会好一些 第二个就是 大家比方说有需求提出来 说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对吧 我们会收集这个需求 收集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会免费给商家就做升级 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商户 现在所有商户 这个合作的商户当中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口碑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我们在售后 这一块做得非常非常棒 就是我们所有合作商家 我们基本上都会给他 拉一整个 这个组的这个人员给他 我们的技术 技术部门的同事 然后我们的售后部门的同事 然后我们的这个数据同事 商家只要有任何需求 在群里面去 去说 包括我们的本地的商户的话 我们也是有 WhatsApp这样的一个 这个群给到商家 就是每个商家 我们都会保证他 有专门的一个team服务他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跟其他的一个 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嗯 嗯 嗯 丹妮丹妮丹妮 那个谢谢真相 我觉得很有收获 我想问一个稍微 题外话一点 就是你作为创业者 感觉这这几年 这个欧洲的融资 环境有变化吗 就我问这个的问题 是因为前几天 可能也跟国内的朋友聊 嗯 因欧洲的独角兽 在去年一年的融资 是第一次超过了中国 就美国一直是最好的 对吧 对对对 所以其实想问问 你在第一线的感受 就是你觉得这个疫情 给这个整个的创业环境 带来了什么变化吗 谢谢 OK 我这个非常感谢 这个Danny的一个提问啊 呃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就是关于融资这一块 呃 我自己本身自己呢 也尝试过 就是我们自己team里面 我们自己实时有 专门的一个team 专门去做融资这一块的 所以我们自己呃 这几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一个 没有就是说新的一论融资 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个融资 信息的一个这个信息的一个采集 呃 因为我们意识到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作为初创公司来讲 呃 大部分你只要有个idea对吧 呃 投资人就会疯命狂扬的就给你撒钱 但是在15年之后啊 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投资机构啊 那么大家都变得非常明智啊 那么我们也跟非常多的这个投资机构 现在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啊 可能有些同事可能会在那个小红专门看到 我也做一些分享的啊 我们跟行业的一些大佬都有一个很很 很好的一个就是保持一个联络 那我们在跟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现在就是首先第一个投资机构各个国家的投资人 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 他们都意识到我们要去拿这个钱投给谁 不是投一个商业idea 也不是投一个已经在赚钱的公司 而是投一个这家公司要满足 我在我看来现在可能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你在这个就是你做的一个业务的一个 首先第一个你要有一个正的正的一个收益的一个形式 就你的商业模式它是一个正正正正向的 你的收益模式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收益模式 第二个你要在这个行业当中你要展露头角啊 你的展露头角过程当中 你首先第一个你要有市场份额啊 你除了市场份额之外 你还得要有一个就是国际化的一业务布局 所以刚刚丹妮讲的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对于欧洲这个市场 就是为什么会今年会超过这个中国啊 或者超过亚洲这边这块 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看 我觉得在英国创业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你像那个我们就拿这个我们的同行吧 Hungry Panda来打比喻啊 因为我们跟他比较熟悉啊 对 然后那你像你像他在17年的时候 跟我们童年起家当时在做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那一年我们当时在做尽调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北美有那个饭团 然后那个就是澳洲有EASI 然后包括在美国有其他这种 就是华人这种就是外卖平台 当时大家其实所处的环境 其实是比Hungry Panda更好的 拿的钱的这个钱 拿到的钱是比熊猫更多的 甚至是说市场的占比份额是比熊猫更大的 能够例外 因为英国的市场太小了 但是为什么你看现在整个Hungry Panda已经 现在变成了全世界对吧 餐厅就是外卖华人这个赛道里面的佼佼者 因为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 就是在18年的时候吧 做了一个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布局 他我们当年也是有点惊讶 因为我们18年那个时候还在Hungry Hungry在做这个软件开发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他那个产品做了一个变革 然后18年的年底的时候吧 就开始开到那个新西兰去了 然后虽然说新西兰开始有业务增长了 然后我们当时在想你英国才没开几个城市 怎么就打到新西兰去了你知道 然后后来像我们到了19020年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原来首先第一个 在欧洲这边特别是在英国这边 他本身这个国家很小 你作为初创者来讲的话 你这家公司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创业者来讲 你是最优先有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思维的 因为你英国这边做完之后 你立刻想要去做欧洲和做其他国家 对吧 所以你一旦出了英国 你就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英国的创业者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你像可能其他国家美国或澳大利亚 可能更多的一些创业者 更多的在想怎么把本地的这个美国市场做好 和这个澳洲的市场做好 但是投资人他看到的是 首先第一个你这个赛道 你的这个行业 他在这个全球化的一个业务布局 是否值得去投资 如果比方说我是投资人 对吧 我看到一家公司在美国做的很好 但是我又看到另外一家公司 虽然在每个国家都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这个 都已经把这个分支给浪起来了 对吧 市场和用户是可以通过砸钱 资本可以烧出来的 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个投资机构 如果你想要拿到专业的投资机构的投资 要满足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你要在这个市场份额当中 创立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对吧 并且在这个市场份额当中 占有一定的percent比例的这个市场份额 就你至少要达到 比方说你有一千万的 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营收额 对吧 每一年 这个是最低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要求了 五百万到一千万吧 人民币啊 这样的一个营收额 第二你是否立刻具备一个国际化的一个 就是这个这个国际化的一个战略布局 如果你在其他几个国家都已经布置了几个点 然后资本如果能够通过烧钱的形式 能够立刻把你烧出来的话 那投资机构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把你扶持起来 所以这可能是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投资机构这里 为什么欧洲这边啊 就是啊 为什么投资机构啊 今年在英国这边投的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谢谢 那下面是个Lisa Lisa你开摄像头自己问吧 嗯 看一下 嗯 开始好吧 嗯 其实就是因为萨斯化部署这件事情 我之前在国内的公司有做过嘛 然后其实我们在国内遇到了过就是这样的问题 然后因为之前我自己做的那个产品也是基于APP的小程序 然后推广到2B 然后其实他其实很多时候会面临到很大的情况 就是说其实技术更新会很快 嗯 然后就可能你做完没多久 你可能就另外一个公司 他可能有有钱有能力的时候 他很快就会超越你了 没错 对 所以就是就是如何能够保持核心 就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如何凸显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比较想知道的 啊 我觉得这个Lisa你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海外创业者来讲 就有一个优势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海外首先第一个创业 它的竞争压力真的没国内那么大 这个我在国内 我自己因为在国内也创业过 我在英国这边也创业过 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就是国内的创业氛围真的太好了 包括国内的这种创业的热情真的太高 太高昂了 所以无论你做任何的一个行业 你就拿我们在国内 我们很早之前看到的一个共享充电宝 那个事情来说 因为我们之前在国内16年17年的时候 开网咖的时候 那个时候1717年那个时候吧 共享充电宝就已经来到我们网咖去做那个推广了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才看到一家 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共享充电宝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刚需啊 对吧 因为我们作为用户来讲 就是在国内可能就是说 这个有这个出门就是使用 共享充电宝的这个频率是很高的呀 又有复购对吧 心机率又是正的对吧 完了之后这个市场又足够大 这是多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啊 但是呢 大家现在都经历过了 大家可以看到对吧 整个的这个赛道厮杀的非常激烈 对吧 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资本一介入 大家资本之间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竞争 然后就会共同去推 其实在讲实话 共享充电宝还没有什么技术迭代 他其实推的其实更多的是 就拼的是市场这一块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就是一个餐厅或一个网咖里面放了三个品牌的 四个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在那里 对吧 所以其实在国内我觉得创业来讲的话呢 就是想要避开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真的很难避开 因为如果除非有几个点 就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对吧 你被幸运女神光顾了 就像那个OFO 就像那个这个摩拜单车 这种形式很像 其实你想说话 你像那个共享自行车 对吧 他有多少技术点吗 他其实没有太多技术点 但是拼的就是说谁走的快 谁更幸运 谁更走的就是 谁被那个资本更快的就是吸收到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是一个 那如果想要就是说 避开这样子的一个恶性竞争的话 那必须得要就是说 你有一个技术专利 其实我觉得在国内创业来讲的话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很高的门槛的话 你必须得要有一个技术专利 你这个技术专利申请完之后 只有你能用 其他人用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国内来讲 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吧 但你要这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想在海外这边 就坚持去创业的原因 因为海外这边对于这种商业模式类的 大家就是竞争力没有像国内真的那么的激烈 现在国内竞争真的还挺激烈的 好的 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推广的 推广讲实话 我们真的都没有怎么做推广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觉得现在就是不足的一点吧 因为我们其实因为整个team 因为在我们为什么之前没有做推广呢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团队它其实是需要力量的 因为你像很小的团队 如果就是我们如果有大量的这个商户来咨询 或者大量的商户来入住的话 我们其实之前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人员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也好 还是说这样这个系统的这样能力也好 其实一直都还没有能够匹配得上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去 我创业可能会有一个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会刚刚之前跟大家讲到的 就我对商业模式会非常感兴趣 对商业模式会特别就特别有兴趣去做研究 所以我觉得好的商业模式就必须得要有一个 有也有几个关键词 就是首先第一个对吧 复购裂变啊 还有一个标准化 我觉得标准化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定义我们自己做SaaS系统的这样一个方向之后 我们一直在打造自己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可能会在下个月到下下个月 我们的产品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化 就是所有的商户对吧 他们来做咨询的时候 OK点到我们这个注册链接页面之后 他自己就可以完成整个的一个入住流程 我们所有的系统全部变成自动化 所以我们将来就是说 关于这种售货的问题 就是可能会不是很多 就是如果商家有售货的问题会变得很少 这样子减少人工化 一切都自动化和标准化之后 那整个公司的成长速度会变得非常非常快 会指数型的增长 所以我可能更多的会看重的是那个 要走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走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才要开始把经理去做市场 而不是前期的时候 你可能夯夯列列的去把市场给做完之后 结果带来的是更多的一些运营上的问题 和这个七七八八的这些问题 可能会这个会对于初上工作来讲比较糟糕 你承受不住 对 所以我们可能是现在是这样子的 走得稳一点 走得慢一点 走得稳一点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外卖的现在的口碑 都不是挺好 但是它成长怎么做快 因为从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刚需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赛道是 接下来这个三到五年左右的这个外卖这个赛道 会可能会就是一两家独大 然后其他基本上就会没有 然后那么这个也会跟各个国家的这种 就是组成的结构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特点 你像在这个欧洲这边刚刚跟大家讲了 其实整个外卖平台 大家可能看到的说 那个Delibroo Ubris好大呀 对吧 但其实讲实话 他们现在只是涵盖了城市里面的 这样子一个市场份额 像城镇外的 刚刚跟大家讲了 城镇外的这样的市场份额 其实这些外卖平台都还没有涉及到 甚至说他们将来都很难涉及到 为什么 因为城镇其实才是欧洲 这些这个居民大家居住的主流的地方 因为你像我们大家整个英国 分享一组数据 伦敦有900万的人口 对吧 然后呢 曼特斯特有200多万人口 博明汉有200多万人口 然后这个利兹可能大概有100多万人口 格拉斯克可能有一些人口 除了上面五个城市以外 其他所有的城市 只有几十万的人口 明白吗 第二个一点问题是什么 除了伦敦以外 对吧 包括伦敦吧 那你像城市住在城市市中心里面的这个人群群的群体 其实非常少的 就是英国6600万人口 他其实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住在市中心的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住在这种城镇 就是郊区 对吧 那这郊区之里的话呢 那这个外卖平台可能很难切得进去 为什么切得进去呢 因为郊区首先第一个商户非常的分散 用户也非常分散 那一个地区 他这个外卖员 他是很难就是相当于这个外卖平台 是很难把这个地区很少的 这个用户和地区很少的这样的一个商户 能够把它盘活的 那有点像我们可能看到我们的同行 现在在熊猫 现在在很多城市 现在大家可能做的不是的 不是做的很多小的城市 做的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的客户体量确实很小 商户体量也非常少 所以在很多城市 他还正有亏损的风险 因为他的这个要做宣传 要做推广 要做活动策划 然后要调度司机的人 要付司机的成本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下 我们看到整个餐饮 在到将来三到五年 可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细分 就是城市里面 或者可能会有一家独大 或者是两家并存的这样一个状态 大家两家并存是最好的 对于我们用户来讲 可能会有不断的享受这个福利 对吧 然后那么城市周边 大部分的商家 可能会用自己的系统去服务顾客 就是商家会自己去运营 自己的顾客了 因为顾客 其实都是商家自己本身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餐饮赛道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对 是的 然后再分享一下 就可能在我们对于 这个外卖市场份额 上面的一个理解 就我们现在可能看到 我们为什么坚持不做外送 为什么坚持不做配送 这个很多 很多人可能会问过我们 说 那个小只你们 因为我在很多城市 你像在约克对吧 几乎所有华人商家都用了你们 你们干嘛不搞个配送呢 商家也有这个需求 对吧 我们为什么不做配送 这里有几个点 因为配送这个是一个很重的 一个业务 它跟平台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运作模式的 所以解决配送这块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去整合人力资源 这块的 就是讲真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 那么接下来 三到五年 我们其实看到的 有一个市场的格局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市场上面 最终Deliver or Uber Eats 和Just Eat 对吧 或其他这些公司 谁会生存下来 这个问题啊 最终的核心的关键词 或者是关键的那个点 它不在于谁的用户多 也不在于谁的这个商家多 而在于谁签的全职司机多 因为配送这个最核心的 这个问题是这个人的问题 就是司机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司机现在在每一个城市 它都是一个固定数量的一个群体 你比方你像在博明海 那可能也就一千多个人 做全职司机 对吧 你七七八八那些兼职司机 你肯定不能算 因为他们流动率太大了 你知道吧 它不可能就是说 我这个平台上来之后 我有这个需求 我立马这个城市 多两千个三千个司机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个城市里面 做司机需求的 这个人的这个群体 它是固定的 它的增长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幅度 也是固定的 所以那么 谁把这个城市里面的 全职司机给签完了 那这个平台 它就会享有整个的 这个外卖的 这个蛋糕的一个分配权 因为它解决了 配送速度的问题 它能保证在三十分钟之内 把你的餐食 送到你的这个手上 商家服务好 顾客服务好 然后他也赔得起钱 对吧 他的订单体量会越来越高 他服务越好 他会形成一个正循环 他的整个的这个订单 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赛道里面 你像我们其实 最惋惜的是谁 最惋惜的是这个Just Eat Just Eat 其实是整个的全球来看 展观全球来看 他其实是最早做 这个外卖平台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 这家公司呢 这个一直都是 比较佛系在做 因为他们很早 就在英国那边做了 然后在奥兰座 然后一直做到 达到新加坡去了 你知道吧 就是整个的市场份额 正在全球 这个半壁江山的感觉 但是他们一直都是 比较 不思进取吧 我可以用这种词语来形容了 真的因为我看的 觉得非常惋惜 因为现在他在整个行业当中 应该算是一个日落细山的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了 因为各个城市 大家都在分化他 城市里面 Deliver和Ubis 基本上把他的风格 全部抢走了 然后周边的城市 现在其他的 像我们这类的平台 对吧 像我们这类的公司 现在是惨化他的 这个客户群体 对吧 所以就是这家公司 原本应该是 有机会成为 全球最大的外来平台 但是他一直都是 保持这样几个抽拥的模式 跟商家去合作 然后也不解决配送 城市里面 当时所有的城市里面 都有这个 都上了Just Eat 但是他一直都不解决配送 他一直都不去坐司机 一直都是靠抽拥 从3%的体点 一直抽到11%的体点 一直坐享启程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模式 所以做公司也好 做人也好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有危机感 无论你是在成功的时候 还是在失败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一个 就是饥饿感 这样子的 这样你就算有很好的 这个就是条件的时候 你在将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 所以其实我觉得 也是我们中国公司 就是很优秀的一个品质 就是大家都会保持一个 非常饥饿的状态 Just Eat不是也有配送团队吗 但是刚刚我回到那个问题 Just Eat 他从事的外送 是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 他入局 现在已经很晚了 那全职司机 你看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被 Deliver 和Just Eat 被Uber 给大家就疯狂 签司机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游戏里面 大家不是说 这个不是跑马圈地 圈餐厅 圈这个用户了 大家是在圈司机 现在我听说 不是有些 配送员可以 同时兼职几个平台 天能挣好几百磅 对 确实这样的形式 但是现在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平台 就是慢慢的 就是把司机开始全职化 就是我把你全部签了 签完之后 你也不允许在其他这种公司 去就职 然后有些兼职的话 那你 他们所有的这个 就是起手这个系统 它是有评分的 你如果就是比方说 你的接单多 然后服务好 你的这个工资绩效 它都会有不同的 这种考核方案的 所以作为司机来讲的话 如果那个司机 他可能在一个平台做的好 才会一直在一个平台上面去做 挺有意思 这个 对 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对这个行业 现在可能尽调的比较清楚 大家在这个行业里待的比较久 所以就是看到的东西 可能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的 可能更多的是 比较实际一些 实际一点的东西 然后对 要初创团队 我们在英国创业的几年 包括我们在国内创业的几年 真的身边有很多朋友 大家也在创业 然后也看到行业里面 也有很多人创业 以前大家说这个创业九死一生 然后基本上很多人创业完了都失败 然后我自己一直可能就是 也失败过 对吧 但是可能自己一直都是在这个创业的道路之上 所以我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 大家可能要 如果决定好去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一定要深根下去去做 一定要坚持下去去做 然后一定要去多思考 一定要从短线 自己能不能存活这个问题 然后思考到行业 就是将来发展的格局当中 三年内你有没有机会的这个问题 然后五年内后面的一个业务 规划的目标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事情 我刚刚也讲到 能够让我很兴奋的一个点 包含了其他的这个对吧 给到我们的服务商务这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 就将来包括对于元宇宙的这个概念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餐饮这个赛道 可能更最快的接触的 就是这个场景 元宇宙的这个场景 更最早接触的这个环境 除了那个办公那一块 更多的就是餐饮这块了 因为现在苹果现在可能就是 在开发那个 就是智能那个眼睛嘛 所以那你像将来 大家到了餐厅之后 我们看到就是接下来 五年之后的一个餐厅的一个画面 从我个人角度来幻想的话 看到就是我们会把所有餐厅的 这个菜品做成这种可视化的 就是AI建图的这样子的 然后可视化的 然后那么大家去到餐厅点餐的时候 不是扫码了 而是带着自己的那个眼镜 去到餐厅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门口的时候 或者在餐厅里面的时候 可以可视化的看到 所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图的 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性系 所有这些东西 都会更加的这个多元化 可视化 就是把元宇宙的这个概念 会更加拉近到我们现实当中来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未知奋斗的一个方向和这个动力 听起来挺兴奋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伦敦这些地方 没有跑腿业务 跑腿业务刚刚也提到 就是因为大部分想做司机的 这个客户群里 基本上都被平台给抢光了 然后跑腿业务本身 它的这个需求 它并不是一个 就是相比于餐饮来讲 它的这个品质还是很低的 因为你像这个外卖这个品质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吧 很多顾客它天天点的 那像跑腿这个业务 它并没有就是说那么的强烈 所以在平台将来整合完 所有的司机之后 那个平台可能会自己出一个 跑腿的业务 就跟国内美团的这个 业务形式会很像 所以我们真的讲实话 应用服务软件 这个服务领域里面 就是真的国内怎么走 这边怎么走 这里其实也牵扯到 可能我的自己的一个个人观点 就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是 不同的地域 它是有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维度的 你像在2000年的时候 对吧 互联网刚刚盛行的时候 那么中国一批这个互联网大佬 对吧 从美国带着互联网的idea 去到中国了 那个时候是 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基础软件应用服务的 这个领域的商业模式 是比中国维度高的 所以那么这些初创的 这个互联网大佬 在中国一下子就 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成功 对吧 什么人人网啊 什么这个 各个什么外卖 外卖平台 包括阿里巴巴等等之类的 做得很成功 那么其实最近几年 特别是中国 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 然后那么在基础软件 应用服务这块 真的讲实话 做到全世界那么旺 所以我们在自己回国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国内 原来早就已经不用 带钱包出门的 这个状态下 对吧 去哪里扫到哪里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中国 在基础软件应用服务领域 其实它的商业维度 其实现在已经比 其他海外国家高很多 然后它需要一个契机点 我们一六一七一八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直在等这个七七点 就是等这个奥维码 因为奥维码真的是加速了 整个基础应用互联网的 一个这个应用 所以我们没想到这个疫情 当然不是说觉得疫情好 对吧 但是这个疫情 对于这个行业来讲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 真的是比较给力 是加速了整个这个海外 的这个奥维码的 这个业务的进程 我想再问一下 你对那个团购市场怎么看 团购市场 讲实话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板块 就是做团购的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放弃掉了 我们英国其实 讲实话 我们英国是做团购 在英国做的最早的 我们其实在19年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团购板块 都已经上线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 没有加持力度去做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 团购这个业务 如果只是在华人领域去做的话 这个市场份额真的太小 整个全英国 对吧 有多少华人 60万的华人 这还是疫情之前的这个数据 对吧 疫情之后 这个华人这个数据更少 然后使用团购的这个用户 对吧 他可能还真只有在伦敦用 你像比方说 我们在 在那个格拉斯哥 或者是在这个叫 爱丁堡 或者是在那个南普顿 对吧 这些什么七八八城市 整个城市里面 只有七八家店 南普顿 你像包括其他几个城市 中三天就有七八家店 中超就有两家店 奶茶店就有两家 对吧 就是这些商家需要你来 给他做活动图枪吗 他不需要 因为顾客都在他自己手上 然后在伦敦这里的话 你像这个顾客 也很少 也不是很多 如果纯坐华人的话 那如果做local这个赛道 local这个赛道 其实真的很难做 因为你没有用户基础 那做团购 其实很重要一个点 就是你必须得要有 用户的基础 或者你有商户处 对吧 你这两点都很难满足到 在一个前提之下 你是很难把这个团购 业务能够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们当时常就是去做 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行动派 我们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一个行动派 包括很多 之前我们还做了 那个二手的这个板块 然后那么我们所有这个行动 就是我们只给他 三个月的时间去尝试 去做完之后 我们要去就是这个 把所有的业务去 就做一个回顾 就看这个业务 它的一个这个短期内的 长期内的一个这个经营模式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值不值得去做 如果不值得去做 一定要暂停掉 不然的话真的是浪费掉太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之前创业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试错成本真的太高了 一直尝试尝试尝试 到现在才找到自己的方向 和发展的这个方式 所以你要尽快的确定好自己的方向 才能够进行快速扩张 所以这也是我们从Hungry Panda 身上学到的一点 专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 所有海外的华人 要跟我们这个同行缺席的一点 觉得我们也很佩服 就是Eric 他在这个行业当中 就是其实年纪很小 95年的 比我还年轻两岁 但是他的整个思路也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面 我们学到东西就是 你创业的过程当中 前期一定要专注 一定要把你自己 属于自己赛道要做好 然后你自己赛道 如果值得做大的前提之下 尽快去做扩张 业务扩张 但是要评估之前就看你的业务 值不值得去做 如果不值得去做 得赶紧换财的 这可能是我们 你怎么看到这个线上超市 线上超市 这还真是个头疼的命题 因为这个牵扯到很多的 这个商户的一个利益的问题 因为线上超市 其实讲实话 我们这里 我们还真的不得不 不得不喷一下我们这个同行 因为原本这个 大家做平台的一个初衷 是想整合商家 对吧 有一个很好的理想抱负 但是发现这个 做到了这个行业的天花板以后 然后业务没有办法做增长了 因为本地赛道很难融入进去 对吧 我们有些同行就很难融入进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只能就是做业务的延伸 但这个业务的延伸 这个触角就伸向了 他已经合作的这些商家的 这个领域里面去了 所以这样 这样子一来的话 对吧 我们有些同行 现在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确实是 他的整个业务布局 对于他自己来讲 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业务布局 因为从这个 从这个叫外卖领域 做到自营生鲜的这个领域 对吧 其实这个其实讲实话 在中国所有平台 都不敢这么去做的 因为你像在中国 美团和Elema 对吧 大家自己开个 自己整合餐厅 整合超市 然后自己美团和Elema 开了个超市 然后还在全中国开 对吧 那基本上所有商家 都会跟美团和Elema 就不去续约了 但是在海外这边的话 如果纯坐华人市场 那我们可能有些同行 他确实也没有办法 这么去做 那对于线上生鲜 这个赛道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同行 他的这个布局 确实是正确的 因为整合好了 资源之后 用户在他们手上 对于我们其他的 所有的这种 线下中超的商家来讲 未来可能是 真的是有两个格局 第一个 这个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 做线下的这个服务了 线上服务 可能真的是 很难去做整合了 因为我们 这个有资本的加持之后 线上中超的 就是其他的平台的品牌 他们真的是在 很多城市会快速扩张 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集中式的这样的一个 仓库管理 可以把这个库存的 这个价格打得很低 然后把每个地区的 这个配送服务做得很好 30分钟内 他会把司机优先 给到这个司机 是吧 把这个司机优先 给到自己的 然后会把这个服务 保证得很高 那么这样子以来的话 顾客那种复购率 和忠诚度会变得很高 所以对于这种线上 下单来讲 对于很多线下 就本来原本开中超的 这些商家来讲 真的是一个比较 大的会面性打击 那么我们现在 也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也在整合 各个地区的这样的 一个超市商家 也在给大家争取 最后的一个机会 那么现在我们 从很多城市来看的话 我们做的还挺好 你像大家可以去 我们小城区 可以看到我们在约克 就是有那个红辣椒超市 有那个阳光超市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商家 基本上在我们的 这个平台上面 已经入住了好几 已经入住了两三年了 然后订单 对吧 体量非常大 那么这些商家 为什么能够这么做 能够这么做呢 能够做得这么好呢 为什么没有受到这些 外卖的这些 就是现场中超的 一些打击呢 对吧 主要是因为 他们保证了 跟顾客之间的一个服务 就是他会圈一批客户 然后利用这样的一个 微信社群 来做这个私欲流量的运营 就是所有的这些 超市商家 将来做的 其实是服务 拼的真的还是就是服务 如果你的服务好 你说今天你只送一次 对吧 你不是30分钟内送达 你只送一次 你的顾客也愿意接受 因为你服务态度好 对吧 你保证菜品新鲜 你的配送 你的配送服务体验好 对吧 你偶尔还给你的顾客 送些东西 你偶尔还在群里面 发红包 对吧 你跟顾客走得近 对吧 顾客他就会有忠诚度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到的话 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 华人这个中超这个赛道 来看的话 可能会出现两个格局 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同行在做的这个 还有一个的话 可能更多的商家 就是抱餐取暖 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去独立 从公寓流量 去把客户转到私欲流量 去做这个私欲流量的运营 把客户服务就快做好 对 很有意思 对对 但是对于线上的这个全英 做全英超市配送的 这个商家来讲 真的头 真的头疼 因为海外这个纯华人赛道 就是中超这个赛道来讲的话 他的客户 他不像国内 你有客户沉淀 海外这边的客户 连着没有沉淀 你的客户 就每一年都更新的 主要的客户 留学生 一年一年都是新的 一查这个新生来 对吧 所以对于之前那种做全英的这种就是配送的这种超市 两个也是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说把自己的客户对吧 不但通过客户做裂变 然后但是这个基本上服务好的顾客他不会做裂变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跟我们合作 然后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整合其他餐厅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然后来获取这样子一个流量吧 就大家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小程序这个业务板会跟其实更多的变成一个叫商家联盟的一个形式 那就是大家可能会抱团取暖的这种形式 大家可能共同抱团把这样子的一个流量大家做一个互换 这样这样的模式去做 就是形成一个良性的这种商业的形式 是代表什么呢 是在你的小程序上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商家吗 因为我们那个小程序上面有两个板块 一个板块是本地的服务板块 还有一个板块是一个叫次日达的板块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次日达板块里面也有一些 比方说美装就是卖美装的商家呀 然后卖那个就是美甲的呀 然后有那个卖中餐的呀 有很多就是私房菜啊 但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就是餐厅啊 但是他们就是做很多这种私房菜 他们是做的那个叫这个速封包装 就是冷冻包装的 然后给你寄送到你的你家里面去 然后菜品非常好吃 我刚刚才点的 刚才点的因为在这里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次日达板块 针对的是我们做全英客户的商家 就是如果你的你的产品卖到全英过去的话 他可以在我们这个次日达板块 我们的用户 比方在约克的同事 他看到次日达板块有这个卖美装的 他可以就是相当于看到这个美装 然后在其他的这个城市去订 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就是通过次日达板块 可以给顾客去寄送 这可能也是我们区别其他 其他平台的一个特点吧 小程序 我一直不理解 那个小程序 你在其实在微信里面打开小程序 还是要寻找才能打开 那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之前的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 说你们当年有三百多万 对吧 17年三百多万 你们当那个钱还比熊猫多 你们怎么就把钱砸到这个小程序里面去了呢 而且当时真的我觉得当时是一个挺 我觉得当时是我们真的是下了一个赌注吧 算是 因为当年小程序刚刚才出来 人家16年才上线的你知道吧 17年那个时候 小程序整个的这个开发环境都是非常基础的 但是当时我们就看中了这个小程序的这个赛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应用啊 它是有一个迭代的 至少在中国 它是有一个迭代的过程的 或者是说整个的产品的这个服务 它是有一个迭代的 那最早是网站 对吧 网站完了之后呢 微信上线之后 它后来推出了个公众号 对吧 公众号服务 那么大家可能后来就是 大家都不用不用这个网站了 大家都用公众号了 大家去开发的公众号 对吧 很多包括之前在国内点餐的时候 都用公众号的那个功能去点餐嘛 但是公众号的有个问题就是 它的还是用的HTML的 这个就是网页的开发的这种 这种算法就是去做的 这种就是语言去做的 所以 它的这个展现形式 没有APP那种感觉好 所以后来那个腾讯这边呢 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 要推出个微信内的一个APP的应用 就是它让它使用体验感跟APP一样 但是要比APP更轻 不需要用户下载 对吧 然后要用户实现快速的裂变 所以它推出了个小程序 小程序是在16年上线的 上线完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当时看到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它作为商家的工具来讲 它太能够实现这种用户裂变了 因为它的核心关键点 就是那个奥维码 包括我们现在本地的 就是我们本土系统的 这个就是local的这个网站这一块 做网站的很多 很早大家就做网站了 对吧 但是我们网站跟其他网站有一个区别 我们网站是 首先第一个 寄托于那个奥维码的形式 就是它以奥维码的形式去分享 那小程序 它可能比网站更好的一点是什么 因为中国人大家都用微信 然后在16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发这个软件的过程当中 我们当时就看到 国内所有的餐饮的这个公司 大家其实也都在部署这个独立小程序的 然后我们发现 那你比方说你点个餐 对吧 它不是社交应用 它不是这种就是特别高频的一些 比方说像那种就是自媒体 流媒体的这种应用 对吧 像看视频这种东西 那对于用户来讲 你就点个外卖的这个事情 我一天可能只用一次 或者一天用个两次 或者是一周用个几次 这个事情 对吧 我下载你一个APP 是不是 多重啊 你这个APP如果前期没有推广的很好的前提之下 那你想想看用户愿意下载吗 他不愿意下载的 那据我们在18年的时候 在国内做了一个数据调研的时候 就是一个用户下载一个APP的成本 在国内的推广成本是多高呢 800块钱人民币 什么叫800块钱人民币 你就是要砸钱去买用户对吧 就是在层面上面去买用户 或者是你先下去做推广 你平划算下来 你要花不到800块钱 就800块钱 这个一个人 才能买到一个用户去下载你个APP 你也这个意思吗 所以APP对于用户的这种 就是使用成本是 就是下载成本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入入门槛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那这个小程序 它有什么特点呢 小程序它不需要下载 商家的分享高维码 然后大家用户 扫了码之后就用了 然后立刻就用了 然后那个用户他也不用流程 他也不用担心 这个流程的问题 对吧 所以那我们在19年的时候 我们在17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发独立的小程序 但是当时开发独立小程序 我们其实 我们在1718年时候 当时做出来那种独立的小程序 当时想给很多商家 去部署独立小程序的 但独立小程序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海外的商家的 这个小程序的这个部署的 这个就是资质审核的流程 非常的复杂 你想要做一个海外小程序 你一个公司资质的验证 特别麻烦 流程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 特别是在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做小程序 当时去部署的时候 因为小程序开发环境 当时非常不成熟 他们刚刚在做国内市场 还没想到要做国外市场 我们当时应该算是 整个小程序的开发服务商里面 海外算是头几个吧 真的是头几个 所以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 因为腾讯 它是没有你海外公司的认证能力的 他不知道你海外公司 到底是不是正好挂紧的公司 所以当时就需要我们 海外的这个公司 拿着这个营业执照 然后去到英国外交部 中国大使馆 然后还要请律师做公函 然后出去律师公函 然后去把这个东西给签下来之后 然后递交给腾讯 说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个 在英国合法的公司 所以整个流程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当时在想 原来让海外的商家 部署一个独立小程 原来这么麻烦 后来我们就想 那算了做个平台 给到商家独立的一个页面 商家照样把这个东西 当工具去用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个商家收的钱 到你们那里吗 不到我们 是直接到商家的 我们这边是帮商家 直接就接了第三方支付 然后用户付款之后 是支付公司 这边收了钱之后 直接打给商家的 所以我们这边 是完全不碰资金的 所以这里的话 对于商家来讲 我们就是个纯工具服务商 对 我又再问一个 那个小白问题 比如说二维码 我也可以二维码 换成一个网站的 那个下单地址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二维码 就是一个网址域名 它只不过展现形式不一样而已 对 网址域名就是 每一个网址 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 一个二维码 理解的意思吧 就是所以你看到那个二维码 它其实就是一个网址 包括小程序也是一样 它其实是有一个隐藏 那个网址的 那个link的 所以二维码 它只不过是 网站的这个 域名的这个展现形式而已 是更加方便用户去扫码 就是直接可以打开的 不用再输入进去了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们看到这个二维码 为什么它能够改变 这个行业的一个 中央的一个原因吧 对 就因为以前很多商业都有网站 对吧 为什么推个扫码点赞推不动呢 因为我作为顾客 我不能到你店里面来之后 我啪啪啪 我输3w.co.uk 然后才能找到你 才能找到你这个桌子的二维码 对吧 才能找到你这个桌子的 这个就是这个订单页面 那二维码这边推行 是靠我的话呢 那顾客他不需要再输入网址 他直接用相机一扫 就可以自动 自动打开那个页面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技术上的一个讲实话 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迭代吧 对 所以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厉害 但是其实对于行业的 这个变革来讲 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我这里就有两个问题 就是产生的二维码 现在在网上不是很容易吗 真的 对对对 他就把那网址放上去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里就牵扯到了 我们的产品的这个能力的问题 就是大家二维码 其实都差不多 对吧 都其实就是网站 那为什么商家会选择我们呢 因为我们在产品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 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会研究 把这个行业研究非常透 让用户扫了我们 用了我们这个网站下单 用户会更愿意复购 而用其他网站下单 他不愿意复购 就像我们现在行业里面 我们其实在本地赛道 有很多竞争对手 这个朋友可能说 那个小智 你们的竞争对手 是不是韩国人叛大 其实讲实话 我们竞争对手 真不是韩国人叛大 也不是Deliver和Ovelace 其实是在本地的一些 这种公司 和其他的这种 美国和澳大利亚 打过来的公司 其实这些公司 其实才是我们在英国本地 或者是其他这个几国家 目前来讲 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那么我们相对于 他们这些系统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其实就像 刚刚那个我看一下 刚刚那个那个同事 刚刚有一个 Lisa是吧 应该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其实在拼的是 技术这个层面的问题了 那其他其实很多 公司做的这个网站 他其实会很复杂 你顾客扫了码进来之后 他有什么商家的介绍 啪啪啪啪一堆东西 然后顾客根本找不到 在哪里点单 甚至不知道你这个网页 因为商家想要传递的信息 太多了 要介绍公司信息 要介绍什么七七八八的 对吧 那你像我们做了 非常多的简化 你顾客扫码进来之后 你这个东西就是个工具 对不对 你怎么扫码 我们在产品的页面形式上 在产品的这种展现形式上 做了非常大的这个优化 所以顾客扫了我们的码之后 他愿意去下单 而不是说 我扫了你这个码之后 我觉得麻烦 我还不如找服务员来下单 所以这个其实是产品上的一个区别 所以这也是这个特点吧 所以你相当于是 把他们网站页面重新 重新定义了 重新定义到一个非常简便的 一个下单模式 这样子 对 这样 OK 明白明白 但是从那个技术 技术层面来说 少一个维码到小程序 少一个维码到一个网页 其实是有差别是不是 有差别 像华人客户的话 我们会更加推荐 他使用我们的小程序的业务 因为小程序的业务的话 他的这个顾客的服务的 这个使用体验会更好一些 因为华人用户 基本上都用微信去 基本上都用微信 那么用了微信之后的话 那个小程序 他扫码进去之后 他就是商家独币页面 然后第二个一点的问题是 他这个系统 他会自己自带一个就是流存 就是比方用户 他扫完这个商家码之后 他下次再找 对吧 他不用说像像网站一样 他去找这个网址 或者是找这个商家维码 他可以在那个微信的 那个就是对话框的最上面 可以就是应用栏里面 可以找到这个 之前用过的小程序 然后再点进来 找到这个商家可以再用 就是他会让顾客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复购 就提升一个复购 对 使用体验感可能会更好 但是我们针对的客户群里 完全不一样 就是华人 你是华人商家 那你又 我们会推荐你使用小程序 你是本地的这个商户 对吧 那我们可能会评价 推荐你用本地的这个产品 就本地的这个商法点赞系统 因为我们在整个产品的这个 针对开发上面 花了很多心思 因为我们禁掉了 禁掉了这个 所有的用户的这个使用习惯 因为中国用户 他的这个产品使用习惯 跟这个本地这个客户的使用习惯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自己在用 饿了么和美团的时候 对吧 点餐的那个页面的时候 都是横竖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吧 包括韩国平台 这些使用方式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像你用deliver的时候 它就是上面那个分类栏的最上面 然后下面是 下面是这个菜品的信息 它因为展现形式不一样 因为英文的那个字母 它就是显示的很长 比方一个菜品分类 它可能会非常长 那你用中国的那种 就是产品应用的模式 给到老外这边就使用 这体验就非常不好 展现形式就非常不好 所以这个可能是 也是我们在产品层面上面 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产品 所以只有把产品挡不好了 我们的商家使用了我们的系统 他最终的目的是 要通过你这个系统 提升这个订单的复购率 或者说提升这个用户的 这个使用评次 对吧 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 相当于现在来讲的 一个竞争核心力吧 那你怎么衡量 那个商家的满意度 满意度基本上就是 我们跟商家之间 走的关系 对吧 就是那你像我们 很多商家给了我们 非常多的好评 这个图片里面可能 没放出来的吧 下次可以放出来给大家看 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 我们的产品好用 服务好用 对吧 然后商家正二八经 见到真金白银 每年省下来多少钱 你像我们在约克 最早19年的入住的时候 我们那个商家 用了我们系统之后 如果他上其他平台 百分之十几的 十几二十几的抽拥 对吧 那一年其实省下来 就省下来个四五万磅 六七万磅 都是很轻松的 因为我们不要抽拥了 商家自己去解决配送 对吧 请个司机 全职司机 我给到全职司机 三万磅一年 还不够吗 对吧 够够的了 对吧 每年这样子 还能省下好多钱 对 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 它其实是 经营模式上的一种不同 就是我们就要看商家 你自己到底是 想怎么样去经营 你就是想把这个 你是想就是说 纯坐这个唐食 对吧 那我们有本地的 唐食三八点餐系统 可以给到你服务 增加你店面的运营效率 你如果想自己去 经营自己的客户群体 做外卖 对吧 那OK 我们这个外卖的系统 的这个服务 能够给到你这样子 一个好的这种服务 能够让你跟Google 走得更近 所以这个是我们 对于餐饮的 这个用户层面上面的 一个定位 就是不同类型的商家 我们有不同类型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针对到他 所以我们一直在 培训我们的市场部分 同事的时候 我们一直讲一句话 就是你们大家 一定要记住一点 你们不是在卖产品 你们是在卖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品 一定要强制推给我们商家 而是说 我们在服务我们商家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给他 做经营上的诊断 所以我们其实跟很多商家 做了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了 很多这个餐饮行业 各个商户 在经营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可能在 跟商家在做交流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会分析 你现在在做的经营 过程当中 哪里可能还需要 可以提升 然后在提升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产品 是否能够提供给到 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或者是好的这样的 一个帮助给到你 如果你已经做的 足够好的经历之下 我们绝对不会说 强要卖一个东西 给到你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 销售策略上面的 一个定位 就是我们在卖产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在卖产品 而是说 给到商家做一个医疗诊断 发现他这个经营上的 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品 能不能够 给到他一个 很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 我们的一个定义吧 对定位 那你们的美工 有专门的美工人员 设计 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的岗位 现在都非常的细分的 技术部门岗位 然后设计部门的岗位 数据部门的岗位 我们整个团队现在还是 人员还是比较专业的 对 有多少人呢 全职同事的话 目前大概在十几个同事左右吧 然后 其实其他兼职同事的话 那可能就 超过了四五十吧 差不多 对 然后现在也分布在各个国家 我们现在在瑞士这边也有同事 在法国现在也已经有同事 已经开始 瑞士现在已经开始在 快速的去推 然后法国现在也是我们接下来 重点的这个核心站 站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 主要瞄准这个欧洲 中东 及北美 这个市场 我们一步一步去把这个市场 给他拿下来 然后刚刚有那个 宋明这边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去做融资 是吧 这个也是我们 今年可能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 就是我们跟很多大的 这个创业大佬交流之后 我们其实会分 会发现 如果你这家公司 有一个自己能够成长的一个能力的话 前期尽量自己成长 因为你在前期 如果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做融资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social 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成长来讲 其实可能会 错过掉很多的点 或者是说 没有修正好自己的这个道路 所以融资这个层面来讲 我们一直在就是 一直在保持这个信息更新 但是我们没有去花太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要找到我们真正的这个将来 接下来三到五年的一个对吧 坚持下去的觉得值得能做的一个赛道 我们才会去做融资 然后并且如果一家公司在很出创的阶段的时候 去做融资的过程当中 你花掉精力不说 你如果就是接受到了一些不太好的钱 或者说一些就是个人 有些我们其实有一些个人投资人 就是对我们这个业务很看好 然后要给我们钱对吧 但是我们都会议到 会议到主要语音是因为 我们觉得这个首先第一个 每一个钱它是不一样的 比方有些公司给到你500万 有些公司有些个人投资人给到你2000万 那这个钱 那他的500万 他给到你不仅是这笔资金给到你 他更多的是给到你 就是将来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熊猫这边 给到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创业的一个这个经验的分享吧 或者是之前我们这个尝试联系的 这个张旭豪对吧 阿勒姆的这个创始人 我们一路观察大家就走到现在的话 所有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创业团队 大家都对自己的一个就是 钱这一块是认知非常清楚的 就是知道什么钱该拿 所以我们其实意识到 我们先把国际化赛道先铺好 好然后再开始去做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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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这个文字 嗯 嗯 对 这挺有趣还能聊很久 但是已经太晚了 好明白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看一下那个视频吗 ok这个讲的太好了 这个没有没有 感谢一下这个 今天这个非常不好意思 担务大家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不太 不太好的这个分享 都是铁本 恭喜你 你没有提问 恭喜你 欢迎也期待我们英国能够将来在 也期待我们英国将来能够在英国 伦敦这边把市场做得更好 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我们的服务 我已经把你把把你的题目问题都问了 是吧 对对对对 你的问题非常好 所以我就没有 希望可以在立志多开展一些 我前面搜了一下 好像餐厅暂时不是特别多 我特别需要这些外卖的 对的 开始可以尝试点一下立志那个后面的家 店人家那个服务体验可真的很好的 商家我知道我知道超级好经常关注的 经常关注的 好的好的 明慧你今天怎么样今天讲这 你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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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我个人也是对那个商业模式这块很感兴趣 然后你一开始就问了那个盈利模式了 这就是我想问的 所以哈哈哈 然后我估计他们就是用subscription这种方式 去去去去去去做 而且这个是说他到了一定层级之后 嗯它是可以exponentially的那个登长的 会因为你同一个东西可以十个人用 一百个人用一万个人用 十万个人用是一样的cost这样子 所以啊我我我我觉得而且我个人也是 嗯如果我个人创业或者我以前曾经创业的公司都是 都是做2B的因为我是不是很喜欢做2C 因为2C就是怎么说人上一百就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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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没有资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条件的初创公司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对对对对就比你搞定两三个 对对对看还有呢 描引武的那个平台的那种服务这样子 同时在这个同时就是怎么说还有就是边边坐边边怎么摸这时候过河这样子 我们是很担同意的那个 对 sink generous bereich 谢谢 很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明慧给 给到的建议 给到的建议 大家晚安了 好好好 晚安 谢谢大家朋友这么晚 拜拜